樓市去向命名, 很多發電商都不敢推大盤 因為都擔心是時候一開錯價的話, 隨時淪為貨美就很難翻身 所以趁這個空檔期, 有專攻是納米樓的發電商雲安地產 他推出位於則如沖分離街9號的單堂項目是編異 這個項目只有90個單位, 在現時放的直播率有多高? 馬上和大家到現場發揮一下 會於傳統核心商業區, 是項目的最大優勢 因為旁邊就是港島東中心, 而且鄰近港鐵質如沖站 這個原本由越南富商持有的地盤 去年曾經以4億3千萬轉售給第一集團, 及後取消交易 而輾轉由雲安地產承接, 每呎樓面地價過萬元 樓盤開出首批30個單位, 折合即公平均刷界19,503元 雖然比區內的貨幣低, 但實際只是貼近同區的二手樓 現在Kaiser880, 君豪峰等等, 現格介乎18,400至19,200之間 從開架角度來看, 未見發展商有太大讓步 來到現場, 雖然項目位置港島的旁邊, 也鄰近傳統的商業區 但畢竟這個項目, 仍是爛地盤一個, 現在仍在做一些打造的工程 相當於留花期22個月, 既然現貨時有這麼多選擇 發展商開架入貨特別低, 為何用這口價和發展商 對賭利樓市升跌風, 這是買進市其中一個考慮點 可能你會說, 這一區房眼收租有潛力 項目屬於單堂物業, 面積由223至626尺之間 分層每梯四伙, 主打一兩房為主 當中A室和D室都是一房職, 面積介乎245至270尺之間 從簡樓角度, A室間隔比D室好用少少, 起碼入屋少了長圓關 正入單位的客飯廳連開廚, 主體面積大概100尺大 直出22尺的露台, 睡房就擺在客廳一邊, 主體面積大概有50尺大 A室單位的洗手間採用套廁設計, 但屬於光似類別, 比D室客廳稍為優勝 而入場單位亦剛好是三樓A室, 截實入場價428萬8千元 收租角度, 以現在區內君豪峰, 現時大概55元的赤租計算 如果買入這個最便宜的單位, 在未扣除管理費前, 回報大概有3.8千元 表面上看上有不錯的回報率, 但實情這個只是預期回報 因為說到底, 要起碼22個月後才開始又租收 到時可否收到這個租金? 租金可否保持現有的水平, 都是屬於未知之數 兩人警官, 一房D室單位和其餘B室和C室同向 B室和C室面積介乎361至364尺之間, 屬於兩房類別 開職上都屬於傳統大陸開職, 直入見到客飯廳, 而開廚是佔據一邊長身角落 三合一露台, 除放置冷氣機散熱氣, 還放置洗衣及乾衣機 兩間房間都做到廳房同向, 盡量將最難的角度扭向側如沖公園 希望可以看到維港境, 不過實情都有隱憂 這個項目正被恆基和太古合作收舊 換知未來樓盤朝這個方向的景觀, 又可能被多保留重建所影響 當然壓住商業區好收租, 港島區供應少, 不過背後都要自行評估風險 而且賣樓收租都要留意其他集費支出 尤其是這類舊契樓重建所涉及的特殊開支, 包括查契費會特別貴 可以說未見官才打80 後續開支就包括每個月要支付管理費 單堂樓分攤金額會特別高, 以及每年都要報物業稅都會蠶食回報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就是這樣, 想和我們看多些樓市的分析 一二手選到攻略, 又或者喜歡看我們胡說樓市頻道的影片 就記得CRS給身邊的朋友, 和按旁邊的鈴鐺 下次出片你就不會錯過, 今天先談到這裏, 下次再見, 拜拜 給我來吧, Opportun Camp 十��,先 wigweisen, 議院長 您要留守後, 某居民爾ご居民 爺ئistance,礡址 你好嗎? 我有崇 lens llnyt的參加